D.C.中的奥姆与亚瑟到底谁更有能力做海王呢 三讲武力 奥姆确实更胜一筹 再看看两人的外形举止 貌似奥姆比起亚瑟也更像是一代军主 在统军作战能力方面 他又是高出亚瑟一大几 那么就这样一个方方面面都比亚瑟强了 为何最终却失败了 今天就来讲讲奥姆的故事 和他统武一步的哥哥亚瑟比起来 奥姆才是纯正血减的亚特兰蒂斯人 因此当老国王去世后 他就当仁不让的成为了亚特兰蒂斯的王 比起前几代国王 他做出的成绩尤为突出 短短几年的时间里 亚特兰蒂斯在奥姆的治理下 综合国力则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也让他的野心迅速膨胀了起来 他不仅想要完成海洋大一组 周边其他七大国度成为自己的部下外 还想发动战争承接破坏海洋生态系统的人类 如果还能一举歼灭人类 重现亚特兰蒂斯当年称霸地球的辉煌 那就最好不过 为了能完成这两个梦想 他就用手段雇了一个人类 让他操控人类的潜艇 在合适时机攻打泽贝尔国王的底下 这让其初还犹豫 要不要对人类发起战争的泽贝尔国王瞬间暴露 就这样奥姆玩了一手贼海捉贼 成功利用计谋 让其加入反人类的阵营 壮大了自己的实力 当他得知自己 还有一位人类混血哥哥 一反常态决定和他一对一单体 用强大的实力告诉众人 他才是亚特兰蒂斯绝对的王 关键时刻要不是梅拉公主将其救下 可能亚瑟真就死在了禁忌场 突发未婚妻的背叛 令他更加痛恨人类 胜于国度的国王 只要不愿追损他 奥姆就毫不犹豫地杀害国王 然后用盈威逼迫下一任继承的加入 可以说奥姆为了自己的野心 一路不得手段 要不是梅拉与维克叛变 帮助亚瑟获得三叉体 由此召唤来 卡拉森巨兽来到战场 他绝对是有实力一同海洋的 并且大概率也能成功挑起海洋与陆地的战争 在他身上 咱们甚至可以看到奥丁的影子 不同的是 奥丁为了统一九界 虽然也杀戮无数阻挡者 可他不曾遭遇过背叛 所以奥姆真的很仔细